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学习约翰二书 本卷书和下一卷书 约翰三书是圣经中最短的两卷书 都只有一张 都是可以写在当时一张葡萄纸上的书信 从两卷书开篇的问候来看 这两封信可能并不是写给同一个教会或个人的 然而这两卷书却需要结合着一起看 才能对真理和爱心有平衡的认识 前者约翰二书提醒谨防异端 后者约翰三书支持广传福音 前者反对教会太开放 后者责备教会太狭义 前者警告不要接待假教师 后者鼓励接待福音使者 前者告诫不要与假教师在恶行上有份 后者要求与福音的使者在真理上同工 本章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一至三节是问候 第二部分四至十一节是教导 第三部分十二至十三节是问安 下面我们详细查考约翰二书给我们的教导 第一部分第一节 做长老的写信给蒙简选的太太或以教会和他的儿女就是我成亲所爱的 不但我爱也是一切之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这里约翰按照希腊书信的习惯 首先说明自己是谁 但却没有像保罗一样写出名字 而是自称做长老的 表明收信者熟知约翰这个称呼 这里称收信人为蒙简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 既指收信的教会和教会的会众 将民族城市和居民拟人化为女性 是古代常用的文学手法 在圣经中教会被形容为许配给基督的心腹 约翰也表达了对这个教会和会众的爱 同时表达了各个教会教会的会众 在基督耶稣里彼此相爱的心 第二节 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 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 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 说明爱的缘由 这真理就是基督 第三节 恩惠 怜悯 平安 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 在真理和爱心上 必常与我们同在 既不是祷告 也不是愿望 而是宣告 恩惠 怜悯 平安 是三重恩典 恩惠是给不配者 怜悯是给无助者 平安是给得救者 这三重恩典来自于父神和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并且当我们在爱心中遵行真理 在真理中彼此相爱 这三重恩典就必常与我们同在 第二部分 四至六节 使徒约翰鼓励 劝勉 慧众 遵行真理 彼此相爱 首先 使徒约翰讲 我见你的儿女 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 遵行真理的救圣欢喜 以此来鼓励会众遵行真理 同时 约翰也看到了会众的不足 就劝勉会众 大家要彼此相爱 并且表明彼此相爱是一条命令 而且是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约翰一书三章第二十三节 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 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 彼此相爱 因此 凡爱主的就必遵照他的命令 不但要在爱中遵行真理 也要在真理中彼此相爱 第六节 照他的命令型原文是负数 包括所有的诫命 因为爱神爱人是律法和先知 一切道理的总纲 第七节 至十一节 提醒会众要谨防假教师 并要远离他们 前面使徒 约翰劝勉 鼓励会众彼此相爱 然而面对假教师 对于那些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要小心 并且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是福音的基本真理 基督是神 人 二性 在他道成肉身的时候 人性和神性就结合在一起 永不分开 既不是在受洗时才成为基督或子 也不是在受死时不再是基督或子 更不是所谓的幻影 无论是否定基督完全的人性 还是否定完全的神性 都是异端 第八节 不要失去你们所做的功 乃要得着满足的赏赐 如果我们没有持守真道 到最后 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赏赐 在马太福音二十章中 主耶稣 葡萄园 工人的比喻中 工人所得的工钱 并非因为他们的功劳 而是因为圆主的恩典 我们的信心 侍奉所得的奖赏 也是神的恩典 不管时间长短 工作多少 都能得着一天的工钱 得着满足的赏赐 但若半途而废 就会得不着一整天的工钱 失去满足的赏赐 第九节 凡越过基督的教训 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 这是约翰借用异端的口气 来讽刺他们 这些异端可能自称神学创新 启示亮光 约翰挖苦他们超越的过了头 甚至把神甩在背后了 我们的属灵生命 要在基督里长进 却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 根据人的需要 发明出各种与实俱进的社会福音 解放神学 自由神学 妇女神学 本色神学 乡土神学 处境神学 成功神学 生态神学 或者某某特色的神学 全是基督教某国化 因为种种超越创新的实质 就是用别的事物来代替基督 结果就是没有神 常守这教训的 就有父又有子 因为主耶稣基督 就是那唯一通往父神的道路 正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三节所说 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 认子的连父也有了 第十至十一节 若有人到你们那里 不是传这教训 不要接他到家里 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 就是在他恶行上有份 我们作为信众 爱心泛滥 与这些传讲义端 邪说的人相交 就是没有遵行真理了 也许有人说 这岂不是缺少了爱心吗 作为教会或者信徒 并不是不能接待或者关怀非信徒 而是不能接待那些传讲其他义端邪说的人 因为我们接待这样的人 问这样的人的安 会给人我们欢迎这样人的错觉 会让人误以为我们认同这敌基督的 以致误导软弱弟兄 为义端推波助澜 使我们在他的恶行上有份 也就伤害了教会 其他会众的属灵生命 实际上是对弟兄没有爱心 第三部分 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 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 但盼望到你那里 与你们当面谈论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使徒约翰写到这里 大概已经写满一页纸 因此就不再多写 他更愿意与会众当面谈论 而不是写信 只有面对面的交通 才能避免误解 深入的探讨真理 实际的彼此相爱 使你们的喜乐满足 最后第十三节 你那蒙拣选之姊妹的儿女 都问你们安 再次强调 在主基督耶稣里 不同的教会和会众的彼此相爱 让我们来总结本章 使徒约翰的书信 所教导我们的 一不同的教会会众在主耶稣基督里要彼此相爱 二我们要在真理中彼此相爱 又在爱心中遵行真理 三要小心假教师 远离他们并抵制他们所谓的超越 四如果我们不能持守真道 到最后 我们将失去自己满足的赏赐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 感谢您通过使徒约翰的书信 让我们知道 当在真理中彼此相爱 又在爱心中遵行真理 让我们警惕各种超越 主耶稣基督的一端邪说 持守真道 也请您赐我们智慧 坚守真道 得最终满足的赏赐 以上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